李嘉誠的網開一面 朝至中共罕見地點名聲討 9月12日中共政法委文章點名李嘉誠 質問到底誰應該向香港人網開一面 說目前香港亂局是不少年輕人將樓價高 遭這麼貴的不滿甚至憤怒發洩到政府頭上 不可以不說他們搞錯了對象 暗批告樓價原因在於李嘉誠等地產開發商 《政法委》的文章大讚民建聯 登修地建屋黑不容緩的廣告 廣告內容是支持政府採用行政措施 收回地產商手中的團地 文章質問不知道李首富有沒有看到這八個字 和李首富一樣的團地圈錢的地產商 這次會不會都對香港市民網開一面 都對香港的未來網開一面 黨媒體《人民日報》也發表提為 《解決住房問題 香港不再等了》的文章 同樣將香港亂局的深層原因 定調為地產商 讚盡最後一個線 令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並指了一條路給地產商 釋放最大善意 配合政府交出團地 就是對年輕人的網開一面 中共將香港市民在反送中運動中要求的 實現真正雙普選等法治自由的五大訴求 強硬扭曲成年輕人對高樓價不滿 和地產開發商的矛盾 中共需要香港地產大老闆破財 來填補中共經濟下滑的資金不足 李嘉誠作為華人首富 香港商界的標桿人物 中共向他下手 可以起倒殺一警白的震懾作用 中共政法委和黨媒體文章 都透露出中共開始要對香港企業的老闆割韭菜 近日林鄭月娥和超過30位央企高層 在禮賓府密會 密會內容涉及國企想逐步掌控香港企業的計劃 中國政府要求最大企業在香港加強和擁有更多控制權 而國企的投資動作 並非簡單地持有香港公司股份 而是要求擁有決策和控制權 針對的目標產業 包括房地產和旅遊等主要行業 中共的刀把子和筆桿子 罕有感對李嘉誠開火 藏有深層目的 美國以貿易戰發起對中共全面為剿 中共外匯等資本錢財很快枯竭 外匯成為中共救命當務之急 香港企業可能成為中共典財目標 中文字幕提供